已经是12点半了 那么按照惯例 开始每日抽奖吧 系统抽奖 恭喜宿主抽到 我都奥体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 这奥体管理公司是什么意思啊 奥体中心是官方投资建设 所有权不可能贵于个人 但奥体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却是私人企业 这家公司拥有奥体中心的管理 经营和活动策划权 广告为出租 器械租赁 甚至明星演唱会 都要经过公司授权 虽然只是管理经营 但以奥体中心的规模 利润也是个可怕的数字 嘶 好东西啊 继续抽奖 恭喜宿主抽到 一达集团2%的股份 又是一达 这加上上次的56% 自己是不是掌握了58% 算了 不管了 睡吧 十三清口说 不参与集团管理吗 放心吧 爸爸 他亲口对我说的 我能感觉出来他不是说谎 那就好 小葱虽然叛逆 但能力很强 办事也靠谱 我还是很放心他的 不过这个十三一次拿出这么多资金 怎么可能没其他目的呢 别胡思乱想了 我和十三哥接触下来 感觉他人挺真诚的 可以当兄弟处 兄弟 自己这个儿子还是太年轻了 在生意场上 感情和兄弟是最不靠谱的 唯一能够相信的 只有利益 喂 什么 怎么了 刚接到消息 你这个兄弟 昨晚又收购了百分之二股份 他到底要做什么呀 什么 那百分之二我们也在谈 对方死活都不敢答应 结果没想到他直接卖给了十三 他现在已经占据了百分之五十八的股份 这要是再让他继续收购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得让他停下来 如果是不超过绝对控股的百分之六十六 我还有把握稍微制衡一下局面 但要是对方达到了这个数目 无论我怎么操作都没有了 一达集团将会彻底成为对方的企业 几十年的努力毁于一旦了 我给十三哥打电话 直接问下他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十三到底什么来头 这人仿佛凭空出现一样 庞大的现金流根本追溯不到来源 对了 爸爸赵雅玲是他的女人 他和赵家关系应该很好 赵家 家成赵家吗 没错 马上联系赵家 不 我要亲自过去 十三先生早上好 嗯 住得还行吗 可以可以 谢谢十三先生 我从小就是孤儿在街头长大的 您大人大量不计前嫌收留我 给我一份工作 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你也是孤儿 看来咱俩同病相连啊 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 小六子 粉丝欣赏你的快很准 我决定让你当我的贴身保镖 年薪一千万 庄园所有保镖归你管 安全方面有你全面负责 谢十三先生 我愿为十三先生校全马之劳 嗯 闲来无事 今天陪我去奥体中心管理公司看看吧 好的 十三先生 喂 美女 约不约 这个臭十三 居然让本小姐等他 哦 美女 在等人吗 我能否加个你的卫星 不好意思 手机没电了 兄弟 撩妹不是这样撩的 我叫你 美女 我看你 长得很漂亮 我们去找个地方 深入了解下 好的 我靠 这都可以 哦 撩女 我看你长得很美丽 我们找个地方 深入了解下 臭流氓 不要脸